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是到台北市议会进行施政报告 只不过日前柯文哲有秩序他希望自己是真命天子 这个说法这让台北市议员王世坚相当不以为意 更不无法接受 所以今天王世坚还特地准备了一套龙袍要送给柯文哲 我们来看一下稍早画面 我在瞠目结舌之余特别帮柯市长准备了一套龙袍 让柯市长私下在办公室或在家里可以穿上他过过瘾 这也算是一种心理治疗 那个外政局黄局长连额医院黄总院长 你们应该多跟柯市长聊聊好好帮他检查检查 柯市长 我现在就把这一套龙袍送给你 送给自称真命天子的你 你就别客气了收下吧 还有龙袍 还有龙袍 连辫子都绑好了 好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柯文哲是没有亲自接下这套龙袍 但是他也是忍不住笑出来 而这一次在议会被询呢 也看得出来蓝绿议员都是准备的相当就绪 就看柯文哲是如何接招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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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